以上請市府捷運局先與都市發展局就本案容積獎勵上線 獎勵項目內容循市府行政程序予以確定 並研提開發權益分配概要方案 至當地召開座談會 進行溝通協調後 再續提本專案小組審查 二、議題程式上可先就本次捷運局 一、前兩次會議所研領之必要捷運設施 及最小面積用地 檢視三處開發基地 採聯合開發或增收之可行性評估 如另有正義部分 則建議應嘗試建立出一溝通平台 三、地下穿越涉及用地範圍 與容積獎勵計算部分 仍請監獄局一併自當地再做說明溝通 以上進入宣言 好,那各位針對我們第四次專案小組的審查意見會議記錄 有沒有修正 那如果沒有跑 沒有,他在您講的題目 接下去請監獄局提會 這個簡報說明 剛剛主席不是說可以嗎? 沒有,他說眾理表那個聽到 剛剛一直在外面還有另外一個男性來跟我講東西 跟我一直一直在外面的一場說這張 趙吉仁,各位委員,還有市府大約代表,大家好 我想現在由台北政委檢驗工程局來針對新意東元段的都市場變更案 第五次專案小組會的相關簡報事項來做簡報 首先我們針對我們還是會先簡單的先跟各位報告說 整條新意東元的路線規劃 以及車站周邊的一些相關都市場說明 還有再來就是原來公開展覽的變更範圍 還有依照我們都委會專案小組第三次的線刊審查意見呢 跟替代方案我們來做個報告 再來就是針對第四次上一次的審查意見的延期辦理情形來做說明 最後我們會做一個總結來報告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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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來說明一下我們整個新意東元呢 是接續的我們新意線向山站的車站的東側 我們就沿著新意路 然後我們會到我們的福德街 最後到玉城公公園 中坡通過這邊玉城公公園 然後來整條路線 後面我們就設置兩個車站 一個是R04車站以及R03車車站 其中為了調度營運使用 我們在R03車站前面會有一個橫渡線 並在尾部有一個圍軌 大概有490公尺長的圍軌 可以處列我們的試列車 那整條路線呢 在R05到R04車站之間呢 道路寬度是有30公尺 但是從R04車站一出來以後呢 路線就縮短到道路只有18公尺的緩度 甚至於在R03車站的部分是有25米 但是之後呢也只剩下18米 這是目前的一個整個道路的路線的現況 然後我們的R05車站到R04車站的 正經距是685公尺 那從R04到R03呢是有694公尺 那在右邊這張圖看出來說 我們目前的一個車站的佈設周邊500公尺的話 原則上來講還是以主要是以住宅區 為主要的服務範圍 下一頁 再下一頁 那我們剛剛所提到西東延這個部分 我們有兩個車站 其中R04車站呢 我們在道路的南北兩側呢 各有出入口及通風口 那所以我們在兩側呢 是分別變更了 有結衣用地及結二用地 在公展的範圍呢 在北側呢 是有3771公尺 整個是辦理一個土地開發的方式來做變更 那在南側部分呢 也是有我們的通風景 還有出入口 也是用土地開發方式來辦理 那大概面積是有3328平方公尺 主要都是用住宅區 住宅區來變更為土地開發區結 並辦理土開 那整個的一個用地的情形來看的話 在北側結一這塊呢 目前大概就是這地號 在這個地方 來這說明 那在南側部分呢 也是有25筆的土地 好 下一頁 那在R03車站部分來講呢 也是一樣 南北兩側 都有出入口及通風口的佈設 那在北側部分呢 我們就是用我們目前的 廣池博愛的商商業區 前方的一個退縮 那屆時如果配合整個商業區的開發的話 如果目前 如果趕得上開發的配合的話呢 我們這個出入口跟通風口呢 就會併到這個基地裡面去做 整體的供購來做 整個新建 那在南側部分呢 我們也是使用私人的住宅區 來變更為土地開發區 主要還是出入口跟通風景 面積有3844公尺 下一頁 那以上的說明呢 就是我們在園工展的時候 兩個車站 有三筆的基地要辦理變更 那三個基地呢 都是用辦理土地開發方式 來做用地的取得 那在辦理的過程中 在多數計畫的作業階段呢 大概面臨了這三個車站 大概只有五個問題 來做一個簡短的來做報告 在R04車站的北側 也就是捷衣用地呢 可以有張隊可以看出來說 因為它地上物產權呢 是非常的複雜 包括四種有土地有建物 還有有土地沒有建物 有建物沒有土地 以及土地跟建物都沒有等四類 所以產權呢 並不是很完整 甚至於這個地方的訴訟呢 已經有四十多多年了 因為整個辦理土地開發來講 它還是要由於土地 才能夠來辦理將來的一個分配 所以呢 在針對剛剛所提到四類中 其中有無無地 無無地的住戶呢 當然就沒有辦法享受 土地開發得來的利益 所以在整個都立計畫辦理過程中呢 就誠情堅決反對 來納入開發 那在R04車站的南側 捷衣用地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在這一塊 這一塊 351地號呢 是七層樓的房子 面積大概是274米平方 它整個住台區呢 它是分區 住台區的使用是住三 戒密率是15 法定容積是225 但是呢 原來蓋的時候呢 大概估算 它的戒密率達到有56 原來的這個 這個容積的話呢 初估大概是有350 當然是我們初估了 所以它本身 現有現況 就已經超過法定容積1.56倍 所以在層情的過程中 如果要符合 地主的一個期望 需求 一瓶換一瓶的話呢 整個開發容積 就必須要達到3.28倍 比現在的這個法隆 還有3.28倍 但目前最新的一個 截至目前為止 地主的層情 就是這塊 七層樓的層情呢 是有提到說 如果沒有一瓶換1.3瓶 及一個車位的話呢 它就堅決反對 拿入土地開發的範圍 這是屬於R04的 南側部分 那我們 當時在劃設這塊地方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也 但應到說將來 它這塊面積 如果我們整塊基地 其他部分 辦理開發的話呢 有可能將來在未來的法令上 可能沒有辦法去做更新 所以我們在原先的規劃上來講 我們是 就將整個都已經劃進到我們的 整個這個推卡的範圍 那至於說R03的南側 那個地主呢 陳情還是希望 是要以整體結構開發 而為原則 開發後呢 要維持目前住戶 舊有室內停數 以及一個停車位為原則 以上這三個問題呢 大概是我們 這三次的一個 一個三次專案小組會 以及現場會看 大概的一個主要的 主要比較重要的問題 下一頁 剛剛所提到 是屬於車站的一個用地的變更部分 那另外就針對地下穿越段的變更內容 來做個說明 首先我們剛剛所提到 我們這個車站呢 從我們剛剛 從R04車站開始起出來 我們就必須 因為道路的一個寬度的問題 我們本身車站呢 配合了整個新一線的圍軌 它必須要採導視月台 是平面雙軌 所以本身這個車站呢 沒有辦法採疊字來做設計 那至於R03車站呢 是我們的端點站 也配合營運的一個調度需求呢 甚至於前方我們剛剛所提到 有一個檢視橫度線 所以這個車站呢 也只能用導視月台的方式來做布設 沒有辦法改為碟式車站 這兩點的說明是要報告說 為什麼我們面對到路行 由20米或30米變到18米的時候呢 還是會有可能會清到地下穿越的部分 也就是因為我們車站 還是要用平行方式來布設軌道 沒有辦法用碟式車站來做布設 下一頁 那所以說這一段呢 剛剛所提到 由於新一路剛剛說的六段七六巷口 到松山路口間呢 道路呢 是由原來的這個 就是由原來的23米 變成縮減到18米 所以在東側這個上行軌 一出車站呢 一出車站呢 就必須要穿越 這個部分的一個區域的建物 而地下穿越呢 我們是採前頓工法 而它深度呢 大概是由 整個從地下底板呢 有16米深的軌道程呢 是更深 將近到16到20米深 目前的整個穿越來講呢 我們的工法呢 也是很成熟 所以將來在穿越上來講呢 是會確保到 將來也是有更新權益 那這張現場的一個 現況主義探索說 原來這23米 這邊18米 所以我們大概會沿著這邊 大概道路進來 3到4米的地方 3米的地方呢 是我們的 潛頓隧道的部分 穿越這一排的房子 那另外就針對 R03 R03車站的部分 違軌的部分呢 我們已經有 已經有做 已經有在配合 第一次專案小組的決議呢 也已經有沿沿溪 我們將這個車站呢 向車站向溪 移了25公尺 來調整這個局部的這個 軌道線型 讓盡量呢 沿著中坡南路來做布設 平溪以後呢 修正後的法案呢 可以由原來12棟 減少到5棟 穿越面積呢 有2200米平方呢 也減少到733的米平方 這兩張圖也看出來說是 原來跟修正的不一樣 所以原來可以多個接鍋要穿越 那修正過後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在穿越部分來講呢 也有做 後比平溪延期來做修正 那這個部分呢 就我們剛剛所提到 東坡南路的部分 大概就穿越到這一排的房子 下一頁 它的深度呢 大概就有21公尺的深度 下一頁 那我們針對地下穿越段呢 我們有一些補償措施 以及後續的處理的方式 那我們這個大眾 除了依大眾解決系統 地下穿越段呢 可以依照這個 上空或地下處理的 什麼辦法 就穿越的深度 還有面積來計算基準 來發放所謂穿越戶的補償費 包含土地以及建物 我們在這次辦理的一個 都交併案呢 也一併劃定 我們要穿越這幾個接 接庫 ABCD這幾個接庫呢 我們一併劃定為都市更新的 一個地區 當然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我們調整線型了 所以這一塊 D就沒有了 所以就剩下四塊 四塊接庫 我們在這次都交併案呢 也一併來辦理都市更新 第一地區的劃定 下一頁 那在農基地下穿越的 農基獎勵部分來講 我們要避免到 捷運地下穿越土地呢 因為開發條件不佳 遭都市更新 單元劃定時候排除 所以本計畫 捷運地下穿越 接庫內的建築基地內 如果納入地下穿越 一併開發的話呢 申請地下穿越農基獎勵的話 就可以申請地下穿越 地下穿越的農基獎勵 計算公司的話 就是以地下穿越 農基獎勵的比例 是相當於30% 呈上了建築基地面積 跟地下穿越 土地面積的一個比例 那建築基地面積呢 需要達到2000平方公尺以上 當然本計畫 就不會再適用 室內停車空間獎勵 要要點的規定 那也不適用 大眾捷運 土地上空去地下穿越 什麼辦法 第49條地下能規規定 下一頁 下一頁 那我們剛剛所提到 我們剛剛說 穿越部分就是 ABCD四個基地 更新的時候呢 虛嚴的穿越隧道外圓 退縮三公尺來建築 地下室開發範圍呢 也比照來 參照來辦理 那建築基地呢 如因地下穿越 至地下室開發範圍受限 而無法符合 台北市土地使用風景管制 這條例規定的話呢 其實法定停車位數呢 可以依照都設計審議的 一個決議以後 同意來作為調整 那另外就是 捷運系統路線地下穿越 接口的部分呢 除了一道中捷運法第19條規定 另外辦理外呢 與森林建築執造前呢 建築主管計劃來通 下一頁 那本建築申請案呢 因為基地條件受限制 所以經過都設計審議委員會 通過的話呢 可以不受前述 原則性規定的一個限制 其他就是目前 本計劃區建築申請案呢 以現在的一個 老舊的一個專案的話呢 還是可以適用的 因為它是到104年8月1號 那以上的這些 我們是把它條列在 我們這次都設計劃的說明書內 讓這個地下穿越戶 它的一個補償 跟一些將來的執行 執行方式呢 能夠比較明確的 給它條文化出來 下一頁 那我們再報告說 有關於專案小組 第三次限刊審查意見的 替代發行的研究 來做說明報告 那四度也會在第三次的一個限刊 那四度也會在第三次的一個限刊 來自然之間 你會在第三次的一間